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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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你保守带领我们进到第二天的课程 感谢你 在这疫情处于严峻的状态之下 我们仍然能够举开这次线上的大专班学生领恩会 今年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也是灾难平传的一年 也是让我们感受末日临近最迫切的一年 也更当是我们追求信仰 紧紧抓住神的一年 虽然我们无法来参与实体的学生领恩会 我们仍能透过网络的直播来学习足你的真理 我们过去以为平常且容易的事情 如今因为疫情改变我们许多生活的模式 我们在这一两天 我们格外的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 我们恳求主能够开启每一位 在线上观看直播的大专青年 能够借着这一次末世论的学习 让我们能够拥有属灵的宏观 以及属灵的眼见 直到我们身处于墓世的阶段 直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 更能够知道在墓世 我们应该有的使命以及承担 主啊 我们即将开始今晚的直播课程 恳求主你圣灵来亲自带领 最后我们愿意将这一切的尊贵 荣耀 权柄 都归于主你的圣名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请坐 非常感谢主 让我们的课程非常的顺利 能够进到第二天晚上 在昨天 也特别跟我们中区的 各团区各组 后面来开这个会议 从这个回馈之中 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们真的没有因为 这个疫情的关系 来阻挡了 甚至影响了 我们在今年大专办的学习 昨天的课程是轻松愉快 因为找到下一站的幸福 可是幸福之后呢 我们接着要面对的是 末世 我们应该有的使命 看似是沉重 但是当我们能够担起这个使命 我们将来 更可以来无愧 来见主面 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处教会 从中国大陆传到台湾是1926年 我们曾教会的设立 就是圣灵的降临 在1917年 我们已经超过了百年的传教历史 那在台湾呢 我们再过五年的时间 我们就进到台湾的一个百年的传教 我想从当中我们应该来 来做一个思索 怎么样 透过我们在这个学习之中 更能够把神所托付我们曾教会的使命 能够真正付出于这个行动 我想问各位 当我们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 你对真教会默示的使命 有没有感觉 如果今天当你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你第一个如果想到的是 哇 感谢主 我们有传道人在 我们教会有长职负责人在 我们如果是自身之外来看这个主题 我想可能我们没有一个迫切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能够兴起所谓的使命感 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已经进到了最后的阶段 更重要我觉得有一点 就是我们要确立真教会 就是圣经中独一真教会的一个确立 如果这个观念我们没有把它确立起来 我们今天不会产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你就无从说我要传福音 我要做圣工 因为你觉得这个永远跟我关系太远了 因为很多人他们正在做这个事情 他们努力做就好了 我放在祷告上为他们祷告就好 所以当你能够认清 真耶稣教会就是圣经中的独一真教会 我们办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不知道大家在最近的疫情 看到疫情的确诊跟死亡的人数 也就是这个印度的变种病毒到了印度 这个尸横遍野真的是触目惊心 在路边看到好多人在烧这些尸体 遗体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你们发现一天死了这么多人 但是他们其实都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全世界神就特别拯选了 这么一间独一的真教会 在我们的使命 别的地方没有 就像如果全世界都没有疫苗 只有一个地方有疫苗 你说它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今天很多世人都中了毒 这是一个罪的毒 那今天疫苗只有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那你觉得你的角色重不重要 当然下一站戏服很重要 我觉得到我们能够 经负起这个使命是更为重要 我记得谢书道长老 在我们上全神圈上 这个五大教育的时候 这个长老有特别跟我们来分享 他说他一生都在寻找一个使人得救的教会 我们知道他是非常注重圣经的言经跟查考 他说一辈子他就在寻找一个最符合圣经中的独一真教会的这么一间教会 他跟我们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他说我活到这把年纪 我依然还在真耶稣教会 是因为他也再找不到人世间 更符合圣经中这个独一真教会的这么一间教会的特质 我们感谢主 就是长老他一生的见证 那我自己 生命当中也有个很大的见证 其实从小也是懵懵懂懂就抱去 被父母亲带去受洗 你说这个信仰 真的是属于你的吗 你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会有挣扎吗 不会有疑惑吗 不会有怀疑吗 其实都有 那什么时候我开始确立了 这份信仰 就是在我国中二年级得到圣灵的时候 在当下 我肯定了 在当下 借着圣灵来证明了神是存在的 我对神的存在有百分之百的相信 也借着得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也在当下 我对得救 对天国的盼望 有百分之百的一种信心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说 世界上没有神 我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的内心说 除了正教会以外 还有一个得救的教会 这是我主观的体验 就跟谢长老他一辈子走到现在 他跟我们来做这个见证 什么样的见证 我再找不到 更符合圣经诸独一正教会的一间教会 我们刚刚其实在下午上一堂课程 我觉得还蛮有预示的 我们戴壮的课程有很多的职类别 有国君的 甚至都是连长 这个退役的 还有做业务的 这个年收入应该都超过百万了 不知道了 这个是机密 有走教育类的 公务员的 企业管理的 民俗疗法的 还有软体工程师的 我倒有一些 是当这个公司的经理的 我们在上这个课程的时候 其实底下就跟几个传统在聊天 我发现他们走到这个牧师的阶段 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自觉 最终他们的牧师使命的选择是什么呢 答案是神学院 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 当然这是他们的选择 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 我想也确立了 独一正教会 就是真耶稣教会 我想这不是这个感性的感受 其实 我每次在教会 很多师班在唱两首诗歌 让我都非常的感动 甚至流泪 而且在当中心中 有很大的鼓舞跟献行 第一首诗歌就是真耶稣教会 这是我们本会自己自创的诗歌 圣父神独一正教会 由宝雪洁净得买回 圣父神所爱众选民 他宝贵天上子民 真耶稣教会 发出主荣耀光辉 真耶稣教会 基督圣洁心腹 蒙大恩得圈辈真理 他目光如鸽子存量 与预备装饰整齐 等候迎接耶稣 当下那种感觉 透过这个诗歌 也透过这个歌词 我更能够肯定 我的使命是什么 那第二首诗歌 神同在 诗歌是这么写 永生神的教会 有真理的根基 永生神的教会 有恩典与福气 我们同在这里 让圣灵来建立 他必须我们同心合意 成为神同在之地 爱在这里 和平在这里 光明在这里 生命在这里 神所命定的福 都在这里 在耶稣基督里 感谢主 所以我们每次在听 丁伍姐们在唱诗 真的是振奋人心 自从得色你之后 对这种教会 就是有一份很强烈的 一个讲不出来的一种 活在恩典的感受 而且带着盼望的 所以很期待 这个包含我们所有的传道人 跟我们今天上了这么多 这个类别的职业 后面选择的神学院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预备自己 在这个末世的阶段 来看待自己的一生 我想除了感性的体验之外 我特别想从圣经里面的论证 我们来谈一谈 唯一得救的正教会 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才能够负起这样的使命感 我记得在神学院上 柯恒雄传道的课 他画的这个图 让我影响了我很多的观念 让我知道说 我一直活在神的意愿 也一直活在神的应许之中 我们先来从整个宏观来去看 那今天我们正教会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当神是最有拥有的神 他超越时间空间 我们在世间没有办法 用任何的方式来去形容 神的无限 神的超越性 我们如果想象这一条线 它是一个无限的过去 它没有一个开始 一直延伸到一个无限的未来 也没有一个止境的过程 那神他开始永远的过去 现在也是永远的未来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想象 永恒的神 他是超越了所有的时间 超越所有的空间 所以我们说上面是日光之上 底下叫做日光之下 所以在神的永恒里面 他有一个计划 就是对人的创造 所以整个创世纪就开始提到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有时间的开始 天地有空间的开始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就看见神就开始展开 他救赎人类的计划 那整个创世纪对应到 后面就是启示录 我们如果把整个神创造的起点 跟重点连在一起 就是这个框架 那这个框架就是圣经预言人类历史的 整个眼镜的过程 简单来讲 就是这本圣经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 你找不到神有没有创造恐龙 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 因为整本圣经的主题就是救赎 主角就是耶稣 为什么要拯救人类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神爱世人 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时空之下 我们看见神对人救赎的计划 那其实我们对神有太多的无法理解 所以很多人说神是不可知的 因为当中有一个不可欲越的鸿沟 我们永远没有爸了解 我们只能够了解 借着神对我们人类的启示 借着他的道成肉身 借着他的启示 借着万物的启示 借着圣灵的启示 我们得知到神的片面 所以在神的整个对人的计划里面 我们看见他的超越性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超乎众人之上 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他也光复在我们众人之中 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影响 他更住在我们众人之内 也就是神大到 涵盖着宇宙万怒 可以小到住在人的内心之中 就是我们的神的伟大 那整个圣经里面对人类的计划 救赎的计划 我们看见了从旧约 那接着呢 经过了两约之间 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 开始有新约 后面他成就这个救恩 神应许 应许的圣灵的赐下 在这个五旬节 开始设立教会 所以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来看 大概整个历史的进程 只有到62年的记载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书信 跟整个新约时期的 一个时代的脉络 那一直到一百年 我们看见整个使徒 多离世了 那一百年之后 我们看见很多的道理 就开始俗话 所以很多人在预测 大概在二三世纪左右 圣灵就停降 所以可见后面还有圣灵 复灵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真教会的一个兴起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牧师的阶段 那这个牧师到后面很重要 圣经特别提到 我们就会进到整个 启示录里面的大患难 那很重要就是一个 重要的关键 就是外邦人数的填满 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 外邦人数填满之后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所以可见外邦人数的填满 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以色列全家得救 那是必然的神的工作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们的工作只要做好 外邦人数的填满 就是我们要吉利地去传福音 所以人数填满之后 以色列全家得救 神的日子就来了 所以这是在整个事举里面 我们看得到 所以这样来讲 我们看见从整个聚会里面 来预言信约 信约的应验 有的是双重应验 应验到这个末世的阶段 我们不断地看见 许多的应验一直在发生 一直到此刻 我们看见了 我们已经走到了人世间 最后在圣经一元的一个 救赎的一个末期 各位后面已经没有 世代没有接棒的 没有一个真教会的 另外一个教会没有了 所以可见我们是最后一棒了 我们这是看奥运 最精彩的 一般在安排 这个接力赛的顺序 起跑的一定是最厉害的 还有后面的最后的阶段 最后的那个 叫突破这个终点的 所以在整个历史的时序 跟神的救恩的安排 一直到此刻 就是最后的阶段 神把我们放在末后 把我们放在最后 我们要竭力追求 来完成神托付使命的过程 所以各位我们是最后一棒了 神看重我们 厌重我们 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 竭力追求的部分 时间多久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预备 我们看见在近期 这个整个末世的预兆 一个一个的显露出来 让大家非常的担心 最近的气候软化 海平面的上升 我们看见整个极端的气候 造成很多的洪灾 我们看见好多地方到现在 好多被洪水犯了之后 很多人的身亡 所以圣经可是告诉我们 神借着立洪这个事情 来跟人立约 神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所以洪水的毁灭来之前 火的毁灭会先来 就是我们可以从创世记里面 看得到的一些对应 所以我们这样看 整个圣经里面 总共有1817个议员 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96.2的议员 完全应验了 包含对列国的议员 以色列的议员 也包含基督的议员 最后面只剩下3.8% 正在应验 就是有关于末世的议员 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时间 还有多久 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在当中 去预备自己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当你有一个认知 独一真教会 就是真耶稣教会 当你有认知我们是在一个 最后的默契的时刻 你就会产生使命感 不用跟你说你要做什么 你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切入 我觉得是更是重要的 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今天信主的价值 我记得在昨天 我们王传道也特别提到 天国的比喻 我不知道这么刚好 我自己有在准备 那昨天我听一听 也把他的资料 放在我的资料里面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复习 昨天传道特别提到 神在地上是以教会为国度 的一个历史进程的发展 我们来看 在神的救赎里面 他有三个城市 第一个 属地的以色列国 一开始我们知道 神从拯选亚伯拉罕 从一个人 允许成为大国 其实那时候亚伯拉罕死了 他有成为大国 没有啊 可是他要成就的是后面的 他的子孙的繁衍 那这个大国 除了地上的大国 他要提升到第二个层次 就是提到是属灵方面的 属灵的以色列人 所以虽然神的拣选一开始 是厌重了属地的以色列人 可是第二个层次 神要拣选的是 因性称义的外邦人 我们凡是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诸越上 是有份的属灵的以色列人 第三个层次就是属天的国度 所以这么来讲 我们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是归于伊朗 罢了亚伯拉罕的时代 使徒教育的时代 真耶稣教会 我们都是一个教会 它是用这个国度的角度 来做一个思考 在这个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七节说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 都是披带基督 不分犹太人 心理人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 都成为伊朗 你们既属父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所以今天就没有所谓的 那是亚伯拉罕 这个使徒教会 真耶稣教会 其实在灵里面 在灵里面 我们都是唯一的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亚伯拉罕 使徒的教会 真耶稣教会 都归于伊朗 都是神得救的 也是独一的教会 我们看上次传道 有特别提到 这个马太福音 我是用图示的方式 从这个马太福音的 十三章里面 总共有八个比喻 那为什么讲八个比喻 那为什么又说 他是用这个当作 整个神在地上 国度的历史的进程 的一个发展 我们来看 几段经文的记载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来看第十三章 来看第十一节 所以整个十三章 都是提到 这个八个比喻的内容 来看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所以可见了 绝书在讲这个 八个比喻里面 是提到天国的奥秘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三十五节 三十五节 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 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所以神透过 这个八个比喻 他就是要谈 那个创世以来 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 包含了神 在历史当中 国度发展的 一个历程 一个历史 那整个比喻 从哪里开始呢 从第三节 比喻的开始 提到撒种的比喻 这边提到的 有一个人 在这个第三节 来撒种出去 这个人没有指定的 也没有时间的限制 任何时代 都在撒种 包含了旧约 传扬神的话 都在撒种 那这个撒种坛呢 就是人的一种 四种心田的表现 包含是路旁的 包含是土浅石头地的 荆棘地的 包含是好土地的 所以这个撒种呢 比如它是 适用在每一个时代 从过去到耶稣的时代 一直到现在 以至我们后期 一直在做撒种的 这个工作 任何人都可以 是这个一个人 有人在撒种 我们每一个人 都扮演撒种的角色 那这个信息 不是只有未当代的 我们来看第九节 有耳的就应当听 有耳朵的 我们可以摸一摸 所以可见 这个比喻是跟我们有关 因为这是讲给 有耳朵的人听的 这是撒种的比喻 那其实在比喻里面 最后的结束 其实是到这个53节 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说完了 这些比喻 所以这个比喻的框架 就是从第三节 一直讲讲讲 讲到53节 那53节之前 他有提到一个叫做 文士受教的比喻 我们来看一下52节 他说文士受教 做天国的门徒旧像 圣经里面提到 只要是像什么 就是比喻 所以我们过去 是用这个7比喻去谈 如果我们了解 它整个框架里面 它是到了53节 是一个完整的段落 所以后面的文士受教 做天国的门徒 它也是一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是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到文士是懂真理的人 但是文士他要受教 文士没有受教 你看主义书过去骂 文士法利赛人 骂得很难听 如果他们的 胜不过他们的意思 不能够得救的 所以如果按照 过去的那种 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模式 是不能得救的 那什么样可以得救 就是受教的文士 才能够得救 那也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要尽神的果 这个文士是懂真理的 必须懂真理 就这一段 我们告诉我们的 就像这个保罗一样 他过去也是文士 也是法利赛人 但是他受教 他能够领受神的救恩 所以可见 任何时代 这个也没有 所谓的时代性的问题 任何时间点 只要一个人 他研读这个经文 圣经 而且他能够受教 来明白天国的道理 他就能够做天国的门徒 任何时代 任何人都可以的 那第二个 我们继续来谈 就是提到了 拜子的比喻 这个拜子的比喻 就是从那个 二十四节开始谈起 我们从这段开始 就提到了 天国好像 我们从二十四节来看 耶稣又设个比喻 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 撒好种的在田里 这边提到 天国好像 那这边就提到 在耶稣这个时代 天国好像有人 撒好种 那后面有人 撒什么 撒这个拜子 所以这边就一个 时间的 一个开始 就是在人子 耶稣的时代开始 当时的撒好种 就是耶稣 那这个拜子 谁撒的呢 后面提到 是魔鬼撒的 这就是一个 拜子的开始 那其实从 第二个拜子的比喻 一直到 第七个的比喻 他就是一直提到 天国好像 如果你读到 每一个比喻里面 都提到 天国好像 天国好像 这就是一个 开始有时间 在历史的时间里面 有一个进程 这个拜子的比喻 就是一个开始 那这个拜子的比喻 要延伸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39节 撒拜子的仇敌 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 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就是天使 将拜子薅出来 用火焚烧 世界的末了 也要如此 所以可见这个拜子 所以当时有的门徒说 我们是不是去 薅这个拜子呢 耶稣说不用啊 不然你把这个 麦子的 这个连根都拔起来了 等到末了的时候 再做这个动作 所以将来讲 整个拜子 会延伸到什么时候 一直延伸到 世界的末了 所以任何的时代 从耶稣之后 我们看见 拜子就存在了 一直到 41节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呢 我们来看 41节 人只要猜浅 使者把一切 叫人跌倒 和作恶的 从他的国里挑出来 所以这个拜子 是在神的国里面 所以今天 这一处教会里面 有拜子 谁说的 圣经说的 所以今天 我们遇到很多 教会的一些 人的败坏 我们不要觉得 很稀奇 圣经讲说 这是必然的 你说除拜子 除得完吗 除不完 什么时候真正 才能够除拜子 到世界末了的时候 这个拜子 会从神的国里面 挑出来 结果就丢在 葫芦里面 就是提到的 所以可见 从这个拜子的比喻 一直到第七个比喻 它是适用在 历史的时代 从耶稣传到开始 一直到世界的末日 那这里对应的 就是撒种的比喻 那这个撒种的比喻 跟这个拜子的比喻 他提到 都是提到 世界的末了 我们来看一下 47到49节 47节 天国又好像 撒网在海里 聚拢各样水足 网寄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咒下 减好受在器具里 将不好的丢了 世界的末了 也要这样 天使出来 要从一人中 把二人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撒种的比喻 也是一样提到了 到这个世界的末了 我们来看 这个撒网就是传福音 海里就是世界 各样的水 就是各样的人 这边提到说 人把他拉起来 天使提到了 就是一个审判 最后的审判 那把好的受在器具 指将来能够进天国 不好的丢弃 只将来下地狱 就是撒网的比喻 所以这样来讲 我们看见 在整个拜子 一直延伸到 最后撒网的比喻 后面他就有一个 接轨连在一起了 所以神会从 他的国里面挑出来 就是进到了 撒网的比喻 将来的使者 天使 拉起来之后 开始挑 把不好的 把拜子 甚至这些 不和审的 这些 不要的一些 把他丢弃 所以接着 我们继续来看 那接着具有 其实他都是对应的 撒网比喻 对应到 文士寿教 天国比喻 拜子比喻 对应到撒网比喻 那这个戒菜种 跟面孝的比喻 前面都提到 天国好像 那其实他们 有共通性 戒菜种 就是由小而大 乘数 面孝变值 从一个 变很多个 他提到了 这个部分 所以他就提到 它是一个变值的 如果从历史来看 我们昨天 传到也说 就是在大公教会 虽然后面 罗马把基督教 列为国教 但是神的圣灵 已经不同在了 有飞鸟数在 其中这个飞鸟 并不是指着 信徒 乃是指着恶者 因为撒网的 逼的飞鸟 都是指着恶者 所以 这个也是指着恶者 所以可见 整个败坏 之后 后面就接着 就是面孝的 是充满了 邪恶的 恶毒的 已在教会存在 本来从一点 变成全团都发起 所以整个 就败坏了 就变值了 就是这个阶段 教会的堕落 还有变值 那接着下个阶段 就是藏宝买地 还有寻租买租 这个比喻 他们也是一对的 他有他的共通性 他们得到了 这个宝贵的之后 他们都要变卖一切 为了得到这个 所以这是非常地 尊贵的 所以从这一段 我们可以来学习 藏宝买地 提到 在神的田里面 也就是指着 真耶稣教会 神的真教会 那当人发现之后 会变卖一切所有的 买这块地 我的父亲本身是 外教会来接受洗礼的 怎么来接受 就是因为得到了项铃 我们倒在乡下 要信主很困难 他为什么要接受 一接受之后 真的要跟自己的家族 要切呢 因为你在乡下 信主很困难 一旦信主之后 有时候就会不会来往了 有人常说 在乡下商国鼎立 天主教 基督 这个长老会 真耶稣教会 所以在东部 在乡下地方 要传福音 很困难 那为什么我的父亲 愿意呢 因为找到宝藏 什么宝藏 得到了圣灵 知道真教会 就是得救的教会 那还有买猪 寻猪买猪的比喻 这个提到的 这个重价的 猪子指真理 编卖一切放弃 买这个猪子 提到神 设立的真耶稣教会 后面就是神 这个寻猪 就是来寻找 所以这样来看 我们就看见 在整个七比喻里面 就提到了 虽然教会的时期 会有一个堕落的时刻 很重要 神要兴起 幕后的教会 独一的真教会 来兴起这个工作 一直到哪里 世界的末了 所以从这个 这个时序的脉络来看 真的神的日子 非常的接近 而且我们扮演的角色 也非常的重要 我们从这个图 来去思考 那其实从 这个撒种的比喻来看 当时神在使徒 过程当中 已经建立一个 完整的道统 借着应许的圣灵 道统的建立 所以我们从犹大树里面提到 这是仪式交付性的真理 也是掌苗土税的时刻 那整个发展就开始 不断的 这个进程的开始 所以这个道统 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影响 因为这是神的真理 这是阿巴父的话语 不会因为时代性 而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看见 这个道统 是经过了主的教训 还有使徒的著作 也借着圣灵来启示人 所以只有真理的圣灵 能够让人明白 神一切的话语 虽然我们看见 使徒教会一开始建立这个道统 可是因为后面 圣灵的停降之后 我们看见 整个教会里面的败坏 接待着我们的面孝 教会的堕落 很重要 在圣灵赴灵的时刻 我们看见了 有寻珠 以及藏宝鱼田 的一个比喻的产生 这个时间就是 真一处教会的出现 从过去的执变 到后面 我们要复兴 所以我们的真教会 又称为 万国更正教会 所以整个道统 借着圣灵的降临 我们看见 道统就继续延续了 所以我们发现在 使徒教会是 早与圣灵 末世 末后的真一处教会 就是丸与的圣灵 来设立的 这就是我们看见 很完整的 圣经对整个教会 历史进程的一个议员 所以我们看见 道统是阿爸父给我们的 他是由教会历史 来保存下来 所以道统证明 他是从灵童来的 所以我们真教会的圣灵 跟使徒教的圣灵 是一样的 我们是接轨上去的 当我在学习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动 原来我们真教会 我们一直活在圣经的议员之中 你看圣经距离我们 已经两千多年以上的历史 但是他的议员 应验了很多的世代 甚至应验在我们的身上 也应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常说 神真的爱我们 把圣灵赏赐给我们 你看有些小朋友 从小也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圣灵 那个人有圣灵 我哭啊 主啊 我要圣灵了 神就赐给他了 圣灵得到了 到底对他有什么样的使命 他也不知道 神就给他了 神非常的爱他 但是我们经过后面 对道理的学习 我们才知道 圣灵在整个真教会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也印证了我们是神的儿女 也是一种福音的差派 所以我们不是今天得圣灵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一个 宝盒箱里面 你把它保存起来 这不对的 很重要 我们要应用圣灵的工作 来做宣导的工作 所以从这个图 所以我们来看 使徒教会跟基督教会的接轨是如何 从使徒旋转的 一章的第八节提到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做我的见证 那这段经五到现在 还在应验之中 怎么说呢 我们看过去 是用从一个点 耶路撒冷 到一个线 犹太全地 到一个面 撒玛利亚 一直到全地 所说的 这个直到地级的 福音的传扬 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脉络 看得到这个 整个 福音的工作的兴起 我们到这个使徒行传 是由彼得行传跟保罗行传 两个人物的结合 又称为圣灵的行传 当然当中还有 六到八节的实体反 被害的事情 还有当中第九节 特别提到少了 就是保罗 之前因为 这个逼迫基督徒 后来盟主选招的 一段的记载 那后面从十三章 到二十八章 都是记载保罗 保罗的工作 我们到第二章 圣灵降临三千个人受洗 我们到了第七章 看见实体反殉道 那其实一开始 他们堕于这种 真道领受之后 他们开始过着 房屋公用的生活 好不好 当然很好 可是神终究的工作是什么 从一个点 到一个线 到一个面 你们要传到地级 但团体生活很好 要传福音 那怎么去做 我们看见圣灵工作 魔鬼破坏 后面我们看见 实体反既然受害了 如果我们是当下的使徒 你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不是神的仆人吗 拣选出来的 怎么后面 他的结局这么惨 可是我们就看见 当中神就透过实体反被害 整个教会失散之后 福音怎么样 开始往外扩 来做一个发展 所以教会失散 逼迫之后 我们就看见 福音慢慢地扩展出来 到第十章 第一个外邦人 信主歌尼流 所以我们发现 在整个第二章里面 彼得开启犹太信主的门 到了第十章 彼得开启外邦信主的门 我们看接着 到了保罗的时刻里面 他的工作就传得更远 所以这样来讲 我们从 他们在房屋公用 从耶路杀人 之后 这个地方被害 福音传道 可能当时他的认知 但是地级真的到罗马而已吗 不止 所以后面的工作怎么样去接轨呢 我们看到在《使徒巡传》的二十八章里面 当时是在保罗在软禁的过程 后面他就讲了一段话 这是一个议员性的一段话 他特别提到说 这些犹太人 游蒙心耳发尘 所以对犹太人的救恩 画下一个休止符 他接着 他提到一个议员性的 整个宣道的发展 他说 你们当知道 这个救恩 如今传给外邦 他们也必听受 所以这样来讲 这就是使徒寻传 最后使徒所说的一句话 宣告的使徒时代 在这个时刻 对于犹太人的信主 这个门已经关闭了 正是要发展有关于 外邦这个信主的一个开始 所以到了幕后 真教会的出现 我们看见了 议员了 保罗当时所说的议员 所以在这个牧师的当今 我们看见了 真一处教会 借着《王与圣灵》来设立 他是以外邦人为主体的 真一处教会 开始展开了 他牧师的宣告的工作 因使徒寻传 所说的这一段话 所以在整个教会的发展里面 从耶路撒冷基建起 等候圣灵的应许 之后呢 犹太全帝直到撒玛利亚 他是一个浅身起 那时候遇到了大批破失散 开始往很多的地方来传福音 那接着直到地级 顶峰已结束 但是真的那时候就结束了吗 没有 我们看见 使徒寻传的整个架构里面 从使徒寻传第一章提到 一百二十个人等候圣灵 那到了最后一章 我们看见一个保罗 非常孤单的 等待着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 在一间租屋 过去我们看见 在使徒寻传 一开始连到三千个人受洗 可是到了保罗后期 厌烦纯正的道理 谁从自己的情欲 因而不听真道 偏向荒面的言语 就是当时整个 我们看见保罗最后 要离世之前 手下的一个助记 所以整个工作 到后面传到地级 是由谁来做接轨 各位啊 就是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末世神国来成全 由这一处教会来完成 所以当我们能够理解 这样的道理 是从圣经本身的一个真理 所诠释出来的 而且这个意愿 竟然应用在我们教会里面 你不觉得是这件 非常荣耀的事情吗 有时候想到这边 觉得很感动 我们到底是何德何能 既然从小盟主卷选 就在真一书教会里面 它是一个得救的教会 我们等待着将来 主耶稣的迎娶 但是我们世界上 还有任务 还有工作 这就是我们真教会 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应当负起的使命 所以我们看见 在整个新约 整个发展 从耶稣工作时期的 世福音 到使徒行传 保罗工作 跟彼得工作的时期 一直到后面 这个书信来往的 这个教会的指导 我们发现 整个教会的发展 从应运期到建立期 一直到成长期 发展期 一直到提升期 到了主后一百年之后 整个教会就熟化了 就应验了 在七比喻里面提到的 这个芥菜种 以及面校的比喻 整个教会就沉沦下去了 所以虽然很壮大 但是里面没有真理 所以整个福音的 宣道的工作 从耶路撒冷 犹太军令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使徒时代的工作 还没有完成 接轨的就是 由晚与圣灵 所设立的 这一处教会 我们继续来完成 传遍天下的工作 好 当学习到这边 你觉得你有没有使命感 难怪啊 我们这个二年级的神学生 虽然有过去 很多不同类别的职业 可是终究 他们带有这个使命感 他们毅然决然的投入神国大业 来完成这个工作 我们来看整个这一处教会的 十大信条的教会论 我们教会论里面提到 本会系 晚与圣灵所设立 所以可见 圣灵它是有两个时期来降下的 那从约尔先知里面 它议员 圣灵的降下 有秋雨跟春雨 两个阶段 它是用什么样的背景 当时以色列地 它又用两次明显的语句 来提到这个部分 我们到到了十月到十月 开始有秋雨 这是当地的语句 要叫做早雨 那到了隔年的三四月 又是一个语句 又叫村雨 又叫晚雨 所以他们从十月开始 离田 开始播种 一直到隔年 这个村雨之后 开始收割 它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 圣灵的降临 就是两个阶段 就是两个阶段 所以我们到时候 使徒的教会 就是一个早雨的圣灵 秋雨的圣灵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这是彼得亲口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使徒行传 如果有机会 你读这个约尔书 你就知道了 这个圣经两个之间 是完全对应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使徒行传 来看第二章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我们在五旬节 圣灵大将的时候 彼得开始展开 第一场的步道 第一个引用的经文是什么 我们来看 二章的第十六到第十七节 十六节 这正是先知悦尔所说的 神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教官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受议员 你们的少年要见 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 如果今天 彼得没有讲这一段话 引用这一段话 我们不知道 原来悦尔先知 过去所议员的 就是应许圣灵降临的 一个议员 所以第一批雨在哪里下 就在使徒的教会下 第二批雨很重要 就是后面神要设立的真教会 就是我爱与圣灵所设立的 所以今天我们本会 我们很强调的 我们是直接接轨使徒的教会 所以我们跟整个教会时期的 发展的类别 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们既不是传统派 也不是所谓的灵恩派 都不是 我们是直接接轨了什么 使徒的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时空之下的这个图来看 从耶稣的二章的二十八节 二章的二十三节 我们看见这个对应 就是我们刚读到的使徒 寻传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当当时的使徒 得到圣灵之后 彼得圣灵的感动 讲出了过去悦尔先知 一元的当下 他们这个圣灵 所降临的一个状况 那接着圣灵的庭降 圣经特别提到 因此甘灵庭降 尊与不降 因为他们当时拜偶像 那接着就是末后 我们看见神兴起的 真耶稣教会 晚与圣灵来设立的 所以可见 在这个时空之下 我们已经没有 下一个来承接我们的棒子 我们就是最后一棒 这就是我们应该 负起的这个使命感 所以独一真教会 我们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条件 第一个有圣灵的同在 因为圣灵就是应证 圣灵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属基督的 第二个 所传的合乎真理 真理的圣灵 让人明白一切的真理 我们看见过去历史以来 有多少人要提倡回归圣经 但是没有圣灵 依然没有办法回归 好多的道理 没有办法回归 因为没有圣灵 那接着圣灵 这个神迹的随者 所以今天一个教会 所传的真理是全备的 有应许圣灵的同在 神迹不用求 神迹是随者的 所以我们真教会的圣灵 是用求的 神迹是随者的 这是有圣经的印证 但是很多的教会呢 圣灵不用求 信就有了 是随者的 神迹呢 我们要求神迹 刚好颠倒 跟圣经的真理是颠倒的 所以我们今天 不会鼓励 我们真教会的信徒 去求神迹 我们会鼓励 我们祷告 求主 能够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不是求神迹 神迹是 神 只有他的旨意在 如果和神的旨意 我们的祷告 自然有神能力的彰显 所以神迹不用求的 是当我们符合的 有真理 有圣灵 神迹就随着 证实我们所传的道 所以整个 父亲使徒的教会 也是我们的责任跟任务 所以父亲使徒的教会 有三桶序 第一桶就是道桶 这个很重要 所以圣经说 天地废去律法 一点一话也不废去 都要成全 第二个灵统 这个灵不是都是出于神的 一定要出于神了才可以 所以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 所以同样的灵 就会彼此顺服 如果这个灵 跟我们的灵不一样 它的灵就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灵 跟使徒教会的灵 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一脉的 它是一个灵统的 接着第三个是一体统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蒙昭同有一个指望 又说 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 以一位圣灵 所以今天什么叫做肢体 不是基督教 每个都是肢体 而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能够透过了 圣灵的受洗 因为圣灵的印证 我们成为一个肢体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使徒的教会 跟真音乐教会 我们都是神独一的真教会 我们的道桶一样 我们灵统一样 我们是一体的 只是时代的区别 有所不同 在灵里面 我们却是一体的 我们说我们要复兴 使徒的教会 到底要复兴什么 我们到过去 从120个人 在一间租屋 使徒形状的开始 到了第五章 我们看见 有气红圣灵的问题 到了第六章 当中里面 有很多的不和睦发怨言 到第七章 使提凡被害 第八章 教会失散 到了后期 我们看见 异端进入教会 到后面 使徒寻战 保留一个人 在植物处 你说我们要复兴 使徒的教会 的什么 你看过去 使徒的教会 就是一个曲线 一直是往下的 每况愈下的 那我们要复兴的 不是这个曲线 而是复兴什么 过去使徒的三统序 他们的道统 他们的灵统 他们的一体统 所以今天神 兴起这一处教会 我们就是要兴起 道统 灵统 一体统 所以按照整个 圣经的意愿 真教会 会不断的兴旺起来 按照圣经的意愿 莫的真教会 一定会兴旺 我讲的兴旺是 麦子会越来越完全 败子越来越败坏 所以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这是神的应许 是神的工作 所以兴旺的 不是那个量 而是那个值 圣经不是说 得救的是少数 它不是量很多 而是那个值 兴旺的是那个值 是麦子越来越完全 教会里面的败子 会不断地凸显出来 所以今天教会里面 有败子 也会慢慢地凸显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 一定要透过真理 来去检视很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就是要 父亲使徒的一个教会 我们看过去 我们一开始 在设立的时候 我们的名称叫做 万国更正正耶稣教会 这就是我们肩负的使命 万国更正 就是把很多不合圣经 教会的信条的 违背真理的 这些过去的 普世的教会 把它能够纠正过来 这就是我们 早期教会的 一个成立的宗旨 所以今天本会 我们仍然以 复兴使徒的教会 为我们教会的目标 所以可见 我们要接续着 撒种的使命 还有肩负着 牧师收割的使命 我们能够勇敢地 能够借着圣经 来继续传扬这个福音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信仰 一定要建立在 信仰的基础上 我记得谢春道长老 有讲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一个观念 他说什么 他说 如果很多人的想法 跟你不一样 你不能讲出 他是异端 比方说 我们这边有十个人 那我跟九个都不一样 你不能因为排挤 我说你是异端 那我们只能说 九个 你们赞同的 但是我一个不赞同 你可以把我当异类 还是异己 我跟你们不一样 那基础点是以多数觉 多数觉 可是重要是 我们今天如果来谈异端 他用什么来定义呢 跟圣经 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 你是不是异端 不是用多数觉的表觉 跟多数觉的看法 而是回到圣经里面 哪一个是违背圣经的 就是异端 就是异端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 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记得那时候 还在北部的一间教会 祝墓 有一个姐妹 就带一个墓道朋友 刚好是灵恩布道会 这个姐妹是在一个教会 就是我们当今在台湾 可以说是非常活泼的教会 人数最多的教会 那这个姐妹 后来就跟她传福音 这个外教会的姐妹 想说来看一下 后来这个部大会结束之后 她也留下来 我们开始谈了很多的道理 她后来讲了一些话 让我会心一笑 她后来就一阵延迟在讲 她说 她说牧师 她叫我叫牧师 我说我们叫传道 牧师我跟你讲 你们这些高层 能不能坐下来 好好沟通一下 聊一聊 谈一谈 我说抱歉 我们没有所有的高层 她说她的意思就是说 好啦你们传道了 就是跟我们那边的牧师 干嘛教会要分那么多派别 我们都一本圣经 我们都是一个耶稣 是不是大家坐下来谈一谈 谈一谈 然后后面我们就 一个教会就好了 这样不是很好 干嘛分门别列 不需要的 她这样讲 我后来就觉得说 哇感谢主有机会了 我就跟她讲说 如果今天如果找你的牧师是谈 我们理念如果不一样怎么办 她突然跟我抢一步讲 我跟你讲 我传道跟你讲 我的牧师特别讲 如果我们意见不一样 我们回到圣经来谈 我说好 我说好 OK 这样好不好 我觉得基督教里面 一个很重要是洗礼的问题 我们先从洗礼来谈 好不好 我就跟她翻圣经 我说要怎么洗礼 怎么洗礼 怎么洗礼 到来跟我突然反应很大 奇怪你翻了经文 我怎么过去都没有放过 牧师都没有讲过 传道请问 你的圣经可以借一下吗 就把我圣经拿过去 翻来翻去 我说你不用翻 你看前面就知道 上面是几个合合本 圣经是用什么 对 我是用合合本 奇怪 我的牧师怎么都没讲 我就跟她讲一个概念 你看 我们如果今天跟你的牧师谈洗礼 如果后面是这个状况 你说对 牧师讲说 我们如果意见不得回到圣经 你回去跟你的牧师讲一下 回到圣经看一下 怎么去洗礼的 你看从洗礼 洗礁里 生产你安息日 我觉得每一个部分 都是我觉得 都是神对我们真教会 所复一个全备的真理跟福音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一个我们的 整个信仰的基础 好像盖房子 这个地基太重要了 如果这个地基动摇了 后面整个房子就倒塌了 但是这个福音呢 神所设立的真理 它是一次交付信的 就完全了 就完全了 如果今天道理是逐渐显明的 才慢慢的知道 那会有很多问题 一百年前的信徒 洗礼是这个样子 到了一百年后 我们又发明了真理 那前面怎么办 那前面如果 好像他们受洗不太正确 那前面是不是就信错了 不是这样的 神设立的道统 从使徒教会就确立了 这个道统是不容置 也不能够改变的 我们今天真教会就是 延续这个道统 延续这个灵统 延续这个议题统 所以我们的信仰到现在 是完全回归到圣经里面 这个很重要 所以今天在这个 牧师的阶段里面 我觉得我们今天 一定要确立在这个信仰之中 如果你今天 对于建筑教会的信仰 你没有办法确认是 独一正教会 你的信仰会信得很辛苦 你会有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冲突 如果今天圣经以外 你还有一个你觉得 可以推翻圣经的东西 我觉得你信仰会有很多的矛盾点 我觉得有一次在一个团区上课 他们的主题让我想了很久 他们主题是信仰中的毛与盾 这个主题我想很久 后来我的前言是 过去有一个人卖毛又卖盾 首先拿他的这个毛说 我这个毛非常的厉害 任何盾都没有办法抵挡 后来他又拿起这个毛 我这个毛是全家最厉害的 任何的毛都可以防御的 后来就跟他讲说 用你的毛吃你的盾会产生什么事情 指向矛盾 这个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人世间所谓的绝对只能够有一个 如果你今天对圣经的真理 没有一个绝对的立场 你绝对会受到很多的影响 如果今天很多的潮流跟你讲 这个就是一个主流 那个是绝对的 那是一个真理 那是经过人多数的表决的结果 后来去抗衡到圣经的绝对的权威 你会有很多的矛盾冲突 我的信仰新到现在 我的信仰没有矛盾 为什么 因为我确信圣经的真理 是绝对的权威 感谢主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最后一起来唱诗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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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